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 今天去漂流 本期节目由地产投资管理永恒地产赞助播出 最近这个天真是太闷了 瘦不鸟了真的 是时候水上活动走起来了 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亚特兰大附近 是和Tubing漂流的地方 1.Helen 附近最有名的Tubing地 要属北郊的巴伐利亚风情小镇Helen 这个城市正好沿着Chattahoochee River 所以你的Tubing线路上既有野景又有城景 很漂亮很特别 这边的路线短的1到1个半小时 长的2到2个半小时 都有沙头给你接回起点 这边来Tubing一般都是去以下两家 Helen Tubing and Water Park Koo River Tubing 2.Dalouse Chattahoochee River往南到了Dalouse这一段 也比较适合Tubing 这边有家Chattahoochee River Tubing 因为离城里比较近 所以便捷性较高 常漂流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他家年票 2022漂流G-Pass是75刀不限次 其实能去到3次以上就划算 3.Raswell Chattahoochee River继续往溪流呢就到了Raswell附近 所以这边也有漂流点 Nantahala Outdoor Center的Raswell漂流段有两个起点 一个在Done White Memorial Park 另一个在Azillia Park 这一段往下流都还是比较平缓的 4.Metro Atlanta Chattahoochee River往南进入亚特兰大段 从Johnson Ferry Outpost到Paces Mill也是比较适合Tubing的 这一段可以分为Upper和Lower两个段 从Johnson Ferry到Powers Island水流平缓 从Powers Island到Paces Mill会有小急流 但可以看到玩Cliff Jumping的人群更加有趣 Nantahala Outdoor Center在中间点Powers Island有Rental点和Shuttle 最后提醒一下Tubing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卡住或者需要掌握方向的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购买或者自备小棍 随时给自己戳开 亲友一起去的话也可以把漂流阀拴在一起 不容易冲散 也是另外一种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